各位同学老师大家好 那我们第三个session即将开始 那麻烦大家就是就座 那第三个session其实讲的是自由软体授权的分析 那这个授权分析跟各位最直接相关 就是说如果在注册这国客专案 会有一个栏位是请大家填这个授权码是怎么样 那简单来讲如果是授权码 也就是这个程式码全部都是你自己去写的 当然你要怎么授权都是可以 不过原则上来讲如果你的专案有一些部分 其实就是借用自由软体专案 然后去把它改写 或是把它包进你自己的专案里面的话 这个授权状态该是怎么样 或者说在事后有老师像你们想要去做技专的 或是想要做一些事后的商业运用的话 那如何就是现在如何宣告你的授权 其实对于未来的利用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虽然不是技术面的东西 但是对各位未来这个专案的什么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就是 我们自由软体铸造厂凌晨下 就我们发生研究 然后凌晨下先生来讲这个session 那这个session时间呢 就是差不多会是进行50分钟到一个小时 所以说那会后大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 就是不管是他刚刚讲完可以就是大家来讨论 或者是会后我们一起讨论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请凌晨下来 为我们讲这个自由软体授权分析 OK 谢谢教堂的介绍 我想一开始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简报怎么下载 我刚刚有试过那个成大实验室提供的这个下载网址 不过速度是好像比较慢 那我先讲一下 大家可以上OpenFoundry的网站 www.openfoundry.org 那在第一排这边你会看到活动 活动这个地方点进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9月23号这个活动场次 点下去呢 其实三份简报的档案都已经上传在那边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现在台客大的学生有无线网络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下载 好 那我的题目是自由软体授权分析呢 但是一开始呢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本人想说我其实并不是长得很女性化 但是最近发生这个已经两次了 这是我8月20号在CostCop里面的一个演讲题目 那我是跟我的同事葛东美小姐一起搭档研究 但是那个时候等于是说 我的名称被称为是葛东美 就是对调过来了 那今天我刚才看到海报 我今天好像也被叫做王家勋 所以那个场次有点倒过来了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对授权有问题的话 那请找丁层下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先介绍一下 OK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简报 大概有240页 所以我不会全部都讲 那但是重点是大家下载回去 如果觉得这些授权资讯对你是有帮助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不愿意去看 然后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就是打个电话 或是给一个信件 我们可以来进行讨论 OK 先直接开始了 这个屏幕是自由软体授权分析 那大家下到这份简报的时候 我的email跟我的电话联络资讯在这里 所以后续的话都可以再follow再讨论 那这是今天解报的大纲 那我稍微讲一下 一开始呢 前年的部分我会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自由软体授权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你在做一个软体开发的时候 必须要先知道这些概念 那接下来呢 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必须先带一些智慧才安全的一个基本概念 因为你有这些基本概念以后 你才知道软体授权呢 对你的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主要介绍的三大部分是著作跟专利还有商标 那第三部分呢 基础的部分呢 我们会帮你介绍自由软体授权条款 那你怎么试用这些条款来试出你的程式吗 那也会一并介绍 Creative Commons创用CC授权条款 让你知道你的一个软体的说明文件跟应用指南 应该用什么样的授权方式来散布 那进阶的部分呢 会介绍我们OpenFoundry提供的一个 叫做License Wizard的一个功能 这个License Wizard可以让你选几个 你可以自己用你的使用的概念选几个问题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要用OpenSource 来release你的Source Code的时候 你应该使用哪个授权条款 是符合你本身的期待 那这部分呢 也会兼论一些所谓的授权相容性的议题 因为很多OpenSource的元件 它其实有不同的授权规则 那不是所有的授权元件 它都可以完整的Merch 或Static Link在同一个专案里面 那这边会先带一些基本的观念给你 那第五部分 如果时间跑得快的话 那我们会介绍一些商业化的 还有如果你预备 把你的软体专案以后进行商业化利用 可能是开一个公司 或者是收授权金的话 你可能有哪些方式可以去运作 那或者是说 这个专案以后有计转的可能性 那在技术转移的这个授权区业的时候 你应该有哪些的布置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再带回来 就是你如何正确的标示 你专案的授权声明跟释出原码 特别讲这部分是因为可能过去几年来 国库会这些补助专案的老师们 有的老师可能会有一步解 因为常常国库会最后在结案的时候呢 他就会请我们去列说 哪些专案是有定期 而且照时间来给这个Source Code的 那但是有很多的老师们 并没有透过我们Release的这个机制 来给一个打包后的Source Code 那把这个资讯回报过去以后 国库会可能会再问这些老师们 那老师们可能就会说 其实我的Subvention系统都有Release 我的Subvention系统本来就是Open Access给所有的人 那他认为这个状况就已经是Release 所以这部分我们再稍微再说明一下 国库会现在这个补助计划 他会要求你必须要有个打包的原始的 那所以刚刚嘉勋在上一场已经告诉你 怎么去Release你的Source Code 那这部分我会用法律授权的概念 而再补强再说明一次 OK 好 那基本上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快速切入整个授权条款内容 那当然讲的东西是原则了 我不能说每个个案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大家对简报的内容有疑问 或是说你这个专案在做 你有任何一个授权的需要协助的部分 那欢迎随时跟我们接下 不管是用电子邮件电话 或是上我们一个网站上的法证论坛 去投你的题目都可以 那我们的计划名称叫自由蓝体铸造厂 那很多人都会写成工厂的厂 那也没有错啦 因为通常会写错的它国文都会比较好 通常铸造就会连上工厂的厂 那曾经在2008年我们有接到上海的一个公司的电话 他是说希望可以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那地方的展览 那我就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他说是一个钢铁就是铸造的一个国际展览 那他是说他觉得我们这个工厂规模很大 我们甚至还有发电子报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网站 那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啊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厂是厂域的厂 那为什么叫厂域的厂呢 因为我们不只提供OpenFungy这个网站开发平台 我们也很提供很多辅助性的服务 像瑞颖在第一个厂次已经讲了 我们有电子报 我们有一个法律咨询的服务 那我们可能也会办很多的技术教学工作法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OpenSource 一个分享学习知识 互相抵律的一个场域 所以我们也有法律咨询的服务 那在我们的首页 我们的首页是TripleW的OpenFungy.org 那在最下面你可以看到各个服务 那法律咨询服务呢 就在这一块 所以如果你需要法律咨询的各方面的服务 你可以点这个页面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介绍 好 切入主题今天讲的是自然领授权分析 那跟大家最直接相关的就是 你在OpenFungy上面建专案的时候呢 其实建专案你就会发觉呢 一开始就会问你说 你的城市呢 要用哪一个授权方式来授权 那可能有的人是 刚接触国客会这个专案呢 你才开始了解OpenSource的授权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今天先给你带一个基本的观念 OK 那而且呢 如果你这个专案里面呢 有说明书 有应用指南的 或是操作步骤的话 那这些是一些图文的授权 它其实本身不一定是程式码的一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也是说明说 如果你的档案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的Release的打包有这些东西 它的图文应该是用什么授权 我们这边也给你决选项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在接下来这几 可能40分钟 我会给大家带这个基本的概念 至少让你开专案的时候 你会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个选择 那Open Source呢 或所谓的自由软体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词 那最早的开始呢 它可能会称为Free Software 那通常会翻成自由软体 可是呢 到1980年代以后呢 其实很多Free Software的东西呢 开始做商业利化 商业利用 那商业利用的话 有人常会说 你是Free Software 可是你为什么要charge我这个费用呢 所以那时候在很多在做Open Source 就是做Free Software的这些开发者 他们开始说 我们成立另外一个联盟 另外一个组织 然后以后我们叫这个软体 叫Open Source好了 Open Source它就没有Free这个字 因为在英文里面 Free它们是有Free Charge的意思 它可能是Free的 它可能也是Free Charge 所以它会让人家有免费软体的一个误会 所以开始有些商业性的公司 或者所谓的一些比较中庸的开发者 它开始用开源软体 或是Open Source来称这个软体 那今天呢 大部分的趋势呢 其实是混用了 很多人会直接就讲说 反正我就是叫它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可能简写叫FOS 那欧洲那边的团体呢 再加一个法文的Libro代表字有 叫Free Libro Open Source Software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简写是Flows 有时候是FOS 有时候是OSS 有时候你会直接看到Free Software 那在我们这个简报带到脉络里面 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统称 我会中文我就直接叫它自由软体 因为比较好称呼 那英文习惯上就会叫它Open Source 所以统称的话 如果在一个学术报告 我会用FOS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那我们所谓的自由软体呢 跟自由开源软体这个东西呢 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想在过去两场的讲者已经介绍很清楚了 Open Source的东西呢 它第一个基础就是它的Source Code是Open的 所以你今天要开发一个专案呢 你不需要重新去 比如打造一个车子 你不用重新去铸造自己的轮子 你可以抄别人的轮子 你可以抄写别人的引擎 你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呢 驾起自己的软体专案 很快的速度开发一台新车 那这是一个Olico MySQL的一个网站 我当初下载这个图片的时候 它还是在SAM之下 现在已经是变成Olico SAM已经消灭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张照片 它强调Open Source Open Source最大的概念就是 它就像堆积木一样 因为其他的元件是Open Source 而且你可以自由修改 你可以自由地去堆叠 你可以把其他人已经写好的元件堆叠起来 然后把你的精力专注在撰写 你最需要的那个部分的功能 这是Open Source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那这是近十年来 拜网际网络之次 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的Open Source专案 这是他们的logo 所以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像刚刚佳薰介绍的FireZee 跟很多人在用的Thunderbird 跟Firefox 其实它都是Open Source OK 好 那Open Source的优点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借力实力 抱歉我都忘记赶 是借力实力不是借力使用 借力实力就是说 当别人已经开发了这样的专案 你觉得是合用的 你可以把它拿来做你这个软体专案的基底 你可以把它直接merge 或者说把它link进来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多人共工 因为Open Source 你程式码是公开在网路上的 所以其他人跟你一样 有相近的技术能力 它可以加入来一起开发这个专案 所以它有点像是蚂蚁熊兵 就是很多人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会快 所以借力实力跟多人共同 一般来说就是Open Source 最大的两个特点 所以这张图我想嘉勋也秀过了 就是一个Open Source 如果运转得当的话 你可以驱使全世界各地的软体开发的超人 跟你一起在一个专案里面进行作业 但是呢 其实Open Source 有它的游戏规则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授权规则 如果你胡伦吞枣 把所有不同授权的元件 全部都包在一个专案里面 而且用Static Link 有一个不是那么绝的方式 让他们彼此运作的话 其实它的授权性是会互相冲突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商业公司的话 Open Source这几年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商业诉讼 是芳心慰艾 在全球各地 尤其是在欧美 都有一个自由软体授权的一个 纠纷跟征送 那我们念法律的人会知道 什么样的状况呢 会引发纠纷呢 其实就是有利可图啦 今天你进行司法诉讼的时候 必定涉及赔偿金 所以Open Source呢 现在已经转向一个商业化利用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学校的专案 如果你只是单纯完成你的Paper 就是单纯完成你的学习报告 那其实不会有任何的授权纠纷 因为无利可图 所以你所做的一些东西 即使不符合人单的游戏规则 即使不符合这个授权预设 可是你并不会进入到 一个法律征送的层次 但是一旦你这个专案 是会越来越大 或是进行一个商业化利用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 授权的这些义务性的规定 你必须要有意识去遵守去了解 所以我们先带给大家 基本的智慧财产权的概念 智慧财产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无体财产权 无体财产权就像鬼魂一样 它是没有形体的 可是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你在法律上是有一个 互议或是可以交易的一个价值 那基本上跟一般人呢 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有这三种权利 著作权、专利权跟商标权 作权就是Copyright Law 专利权是Pattern Law 那商标是Tradermark Law 我们用可口可乐这个标志 我们用可口可乐这个产品 这个可乐产品来解释一下这三种权利 因为其实一个可口可乐的一个瓶罐 它上面就有这三种权利在上面 第一个它上面这个如果是一个图案的话 不好意思 如果是一个图案的话 它是著作权 著作权呢原始的一个定义是 The right to copy 所以它叫Copyright 一开始有活字印刷的时候 你有没有权利去复印别人的书 这是一个著作权 所以基础的一个起始概念 但是现在这个当代著作权呢 它包含的范围非常大 著作权是一个你人类智慧呢 人类创意具体的透过表达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作品 所以简单来讲诗词书画都是著作权保护的课题 那著作权保护呢 它有一项很强的效应跟其他不同的就是说 我们一会儿要介绍的专利跟商标呢 都是必须要透过注册 登记注册跟国家机关的审核 你才能取得 可是著作权是你写完的当下呢 你就取得这个权利 这个东西叫做创作保护主义 这是著作权跟其他两个权利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但是作权主要表达的是 你这个作品的创意的表达 那我们很有趣的是 把程式码也列入著作权的保护 那扣的这种东西 其实在1980年以前呢 是不受到著作权保护的 因为当时的资讯 应该是说在软体著作这方面的发展 还没有这么广泛 但是后来软体越来越重要 所以人还会认为说 我写软体的人 我也土著了相当的创意跟精神 那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程式码就汇入了 作权的保护的领域 那这是一个 我们同仁写的在Xwindow下面 切换视窗的一个小的 一个Script 是用Python写的 那这就是一个程式码 那这段程式码 其实就是作权保护的课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专利权 专利权它的英文是Pattern 那Pattern的英文原意是什么呢 其实是显明嘛 就是非常显明可以去辨认的东西 所以专利权其实它一开始的定义是说 你有一个技术方法 你有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是很容易让人家分辨出来 这个技术跟其他技术有什么不一样 是很显明易懂的 那这是一个专利权 所以我提的是说 这个瓶罐 这个拉环 右边这个是 我想说还在念小学的时候的拉环 那时候大部分的这个 铁铝罐是铁罐 我想现在大部分都是铝罐 现在铁罐好像不合法 还是会受到兼用 那时候的这个拉环呢 是可以拉出来的 拉出来 但是后来被改掉了 你现在看到能买到的 几乎都是这种 就是说 当你拉到这个拉环以后 它就往下陷 那往下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点 它不会多出一块垃圾 你要丢就是整个瓶罐丢掉 你不会多一个小罐垃圾 那以前的这种小的拉环 你可能小朋友喝了饮料以后 就随手乱丢 那可能会有人猜到 所以它会是一个小型垃圾的问题 那再者呢 因为它这个断面是锐利的 所以如果小孩子拿这个拉环 这边乱玩的话 它会割伤手 或者是割伤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方法 这是一个崭新的创新 所以这样的东西 它是得到专利权的保护 它是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技术的革新 所以专利保护的是一个抽象 是一个程序 或是一个概念 它跟做作权保护的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在讲专利的问题呢 因为其实以前呢 写软体的不太有专利权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的专利权是保护一个原则上看不到的东西 那软体以前是受到作权的保护 可是现在呢 很多的软体呢 其实它是跟装置结合的 比如说iPhone iPad 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Google HTC 然后跟Mac 它们之间有很多智慧型手机的一个互送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都是跟软体有关的专利 所以美国在1988年以后 其实有条件的去开放某些跟软体强度相关的一个专利 那过去呢 软体开发是没有办法申请专利的 那现在德国跟日本跟台湾 原则上一个纯软体的一个技术 也是不能申请专利的 但是美国这有些案例里面 如果你可以举证说 你这个软体方法是怎么去跟你的一个硬体 或是一个一个装置结合的话 那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全软体操作的一个专利 所以有个新的名词叫软体专利 所以以后你们写程式的也会面令到 这个东西我会不会超到别人的专利 或是我发掘一个软体的一个写作方法 一个演算法 我要不要去申请专利的问题 所以专利的一个概念也是稍微需要去了解一下 OK 那Tradmark是什么呢 商标权 你把它拆开来看 Trad是贸易 Mark是一个标记 所以the mark to do business The mark to trade 就是商标权 商标权就是说 这个标志就是属于这个商号所有的 你一看到就知道它是哪一家的产品 就代表那一家的一个品质保证 所以像可口可乐或是它的曲线品 这个都是有被那个可口可乐公司注册成为他们的商标 其他人不能称呼他的产品叫可口可乐 他也不能去一个产品上面有那个曲线品 OK 那很多的商业用的自由软体呢 它其实是有注册商标的 大部分没有商业用的自由软体呢 它是 就只是一个logo 但是先例如说MySQL 这个是有注册商标的 Firefox这只火锅呢 也是有注册商标的 Firefox它有它的 Modiza有它的foundation 有基金会 但是它同时有一个商业公司叫Modiza Corporation 所以这个商标是注册给这个 Corporation 所以大部分呢 其实都是logo 但是其中有几个 其实是已经注册商标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呢 主要还是以注册权为主轴啦 因为软体注册 大部分还是收到注册权的管制 所以我们接下来基础篇呢 我们先讲一下自由软体授权 是当一个软体是自由软体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或者是说当你释出一个软体 你说它是自由软体 或是open source software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特性介绍呢 原则上一个软体叫自由软体 或open source software 它会有这六大特性 第一个是开放程式原始码 第二个是不特定授权对象 第三个是不限制使用地域 第四个是不收取授权金 第五个是不不肥担保 第六个是释放四大自由 给收受这个程式的后手 我们先讲开放程式原始码 开放程式原始码呢 是open source最基本的要件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它叫free software 但是后来有人就想说 就直接叫它open source software 因为这是它最根本的要件 如果一个程式人 他没有把source code给别人看 他就不能称呼他自己是自由软体 也不能称呼他自己是开源软体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件 那source code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找GPL的定义 GPL2的定义是说 最适合修改程式的那个形式 就是source code the preferred form 就是说你原作者你要去做modification 你要去修改这个程式的时候 你会看着哪一份文件来修改这个程式 那一份的文件或是那个程式 就是source code 那source code呢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source code呢 那自由软体呢 它对于现行的proprietary software 有一个反制的一个理念 一开始有一个反制的理念 因为他们认为说很多软体呢 只是提供使用者这个使用权 所以你只能使用这个软体 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背后怎么去运作的 那当你觉得这个软体有问题的话 你也没法去修改 其实即使你本身是一个软体创作者 其实你本身的软体的创作能力也很强 所以部分source它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它不仅让你有这个软体的使用权 你可以去安装它 你可以下载它去安装它 但是同时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不符合你使用 或者你发掘它其实有某些的bug 或是可以改进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去修改它 所以提供别人source code 就是让它可以修改这支程式的一个最基本要件 所以是提供一个修改权给它 所以很多的open source的license 为了实现这个修改权 它也会说你今天有release的 是某部分的一个自由软体社群元件 你必须要让后手可以得到source code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最后 我们在中间三大分类的时候 会说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相对来说 有部分的open source的元件 当你散布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 去提供后手也可以得到这个source code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很多人会误解 开放原始码 只是一个概念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你今天有source code 你应该要给我 你应该开放它 你应该要release 但是其实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open source的license 是这样讲的 其实像GPL或是AEGPL3 它只是强调说 你今天如果已经散布了这个城市 你才有提供原始码的义务 所以如果这个城市从头到尾 都在你自己的机房 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电脑里面去运作 那其实并没有义务 你必须要提供任何人这个source code 我们现在这边先提醒各位 所以开放原始码 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道德层次 当然你手上有个open source的东西 你很想要去分享给其他人 那你当然可以透过网路去分享 但是如果你今天拿了别人GPL的 或是其他授权的copy left方式的一个source code 但是你没有去散布它 那原则上呢 你是不需要有这个义务 必须要提供原始码的 那自由软体呢 的第二第三特性 是不特定授权对象 不限制使用地域 那其实这个缘故就是因为 我们之前有讲 open source强调是大家可以协同开发 那当然呢 它不限定这个授权对象 所以其他人有意愿要加入的时候 他也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城市开发 那不限制使用地域 其实也是要把这个参与人 的人数或是可能性 提升到最大 所以它有个自由散布的一个很强的概念 它有个自由散布的概念 那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跟各位提醒一下 所有的open source的license呢 它都有个不可撤回的特性 那名文规定的像GPL3 跟Apache 2.0 这些新式 人家新 就是这几年写的 就是授权条款 比较齐的这些新的授权条款 但是即使像MIT BSD 很多的开发者 很多社群的这个支援者 他们也认为说 你今天一旦用open source的方式 来release你的程式码 那你就不可以把这个权力再撤回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已经把原始码放到网路上 你必须要有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不可撤回呢 并不表示呢 这个程式码你是完全没有控制能力的 在商业模式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业公司呢 他可能用dual license的方式 是用改变授权状态的方式 来控制这个程式码的一个著作权力 比方来说 你这个专案一开始可能是用MIT 你的1.0版本是用MIT授权 这时候人家下载去 那就用MIT的方式来使用它是合法的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授权给撤回掉 但是呢 如果你新写了一个东西 你这个专案已经越来越蓬勃发展 也有商业化的话 你可能可以改用一些授权拘束性比较强的 像GPL3或是AGPL3 来release你2.0版的一个新的程式 这时候呢 使用你这个程式的人呢 他必须要照新的授权规定来使用 他就不能用原来的MIT 来使用2.0的一个程式 那当你这个程式呢 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有商业利益的专案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把它source cross起来 只要这个程式码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写的 但是可能你的3.0版是完全的商业模式 虽然1.0版2.0版你没有办法把它撤回 可是你可以透过版本变更的方式来 来控制你这个专案以后被利用的方式 那第四大特性呢 是不收取授权金 那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你今天用自由软体的授权模式 授权出来的一个作品呢 它仍然有著作权的权利 那只是自由软体授权条款 预设上面专利权的授权金 跟著作权的授权金是不能收取的 但是呢 你可以转换一个名目 你可能转换一个名目 你可能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或是是效能担保费用 或者是专案建制的维护费用 或是统合就是叫它费用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那Open Source呢 有它的商业应用模式 那也是一样在后半部会去提到 那这边先给一个引子 专利权跟著作权利的授权金是不能收的 你只能收一个所谓的服务费用 但是商标权的授权金是可以收的 因为商标是一个可以被其他人拿掉的东西 它今天软体里面如果带有你的商标 那你可以跟它要求收商标权的授权金费用 但是今天如果它是说 我把商标拿掉 那它其实就是合法 因为商标跟这个source code跟这个code跟程式嘛 没有一个紧密的连接关系 所以商标权的授权金在自由软体的business model里面 是例外可以被容许的 那第五点呢 不付随担保 不付随担保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如果你去那个学校的一个自助餐 这个我是举台大这个女巴社为例 因为那时候去念书的时候 常常去那边吃饭 那有附贞的猪血汤 但是通常如果你是晚于12点30分去吃饭的话 当然那锅汤里面就绕不到任何一块猪血 那如果你跟老板要的话 他会说可是汤是送的 那我一天就可能就下两块猪血 这个猪血绕完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法律概念就是 你有权就有责 你有利益就必须要付义务 但是今天如果你这个open source 是从网路上无常下载 就是这个自助权宜员 也没有得到你任何的金钱 或是其他的好处 当你在使用它这个软体的时候 可能系统发生失灵 或者是出现什么状况 它是不付随担保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 现在很多的open source的bender 包括Redhead Redhead有个安心专案 它的安心专案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是用它的伺服器 而且也跟它买商业服务的话 那将来的产品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 它是可以付你这个赔偿金的 它是有提供你这个担保 但是如果你是从网路上是下载它社群版的 Findora版本的话 那当然是不付随担保的 因为你是免费无偿的 从网路上下载过来的 所以这个不付随担保 原则上就是一个有权就有责 无权就无责的一个概念 那最后一个特性呢 就是释放四大自由给后手 四大自由 首先从Richard Storman提出来的 他强调是一个软体 要称为自由软体 他当使用者拿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由地去执行它 有执行的自由 那他可以自由地去拆解 去研究它 有研究的自由 那研究以后呢 他也可以在散布这支城市 有再散布的自由 或者是他觉得这支城市不好 或者是说可以再写得更好 他也可以修改城市 有改良的自由 这是Open Source的四大自由 任何人只要得到一个城市 它是Open Source 它是自由软体的话 他就可以去执行它 研究它 再散布它 或是改良它 那也可以再散布 改良以后的著作 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 当你的专案呢 在Open Funtory上面 以Open Source的方式 去Release出去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使用者 你的使用者 也有这个权利 再去修改你这个专案 所以名词的部分 我刚才已经稍微提过了 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Free Software 有时候你会看到 Open Source Software 有时候你会看到 Flows 有时候你会看到 Flows 那基本上讲的东西 都是一个开放原始码 但是可以让别人自由地 如果他得到城市以后 他就可以自由地使用 修改 然后研究 可以再散布了 这样的软体 叫自由软体 那通常自由软体的定义呢 是从 如果你称它为Free Software 它的定义来自于 自由软体经验会 但是我刚才讲了 在1988年以后 成立 Open Source在美国推动的这些人 他们成立一个组织 叫做开放原码注进会 Open Source Initiative 那它也有一些definition 他们重新定义说 一个城市如果叫Open Source的话 它应该有哪些特性 主要是由这两个大的组织来进行定义 那这个是OSI 是开放原码注进会 里面我稍微抓了一下 就是它Approved 它通过的一个Open Source条款的一个名称 所以光放名称 其实一个页面已经快放不下去了 所以面对城市开发者 其实进入Open Source的世界 你们一开始会碰到一个屏幕 就说 我看到这么多的条款 到底哪一个适合我用 或者说我的城市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授权 所以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就是 自由软体授权的一个三大分类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帮你介绍 可是至少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分类 让你了解到哪些重要条款在哪个分类 这个分类有什么特性 所以你在选择这些条款的时候 你就会有个基本的依归 这张图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颜色 三个区块 第一个是BSE类 BSE类我选择是用比较绿色 比较有协调的方式 因为BSE类呢 给使用者的这个要求 义务性要求很低 所以感觉好像比较和平 那另外呢 GPL类呢 我用一个火红的颜色来代表 因为火红可能代表一个火 可能代表一个向外扩张的趋势 那火焰会向外扩张 这是GPL的一个特性 GPL有一个特性叫授权拘束性 授权拘束性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法律的建制概念叫copy-left copy-left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做作权利的人他有copy-right 他可以选择用copy-left的方式来授权他的软体 copy-left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拿到这个程式 它是copy-left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 你后续修改散布这个程式 必须要依照它原来的游戏规则 所以不管这个作品散布过了几手 你还是必须要follow它的游戏规则 所以GPL它的特性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GPL元件 放到你的专案里面 那你这个专案呢 又高度仰赖它 它可能是你的核心表现功能 或者是说 它占了你这个专案大部分的功能的表现 那它会要求说 你这个专案在后续散布的时候 全部都只能用GPL来授权 所以它是一个向外的扩张性 我用红色来表示 那第三个 最后一个部分呢 比较难归纳的 我们分它为其他类 那其他类别呢 有部分是类似BSD的授权方式 有部分是类似GPL的授权方式呢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就其他类来说明 那其他类不是不重要 因为其他类很多的软体专案 其实是商业公司呢 努力去建制去维持的 因为商业公司它在推一个open source的概念的时候 它在推一个open source的产品的时候 它可能觉得open source的开发方式是符合它整个商业的一个调度 但是呢它可能觉得如果是BSD的话 给人的授权居序性又太小了 如果是GPL的话 给人的授权居序性又太大了 所以它会去解引部分的BSD的授权方式 跟部分的GPL的方式 来行诉另外一个类别的授权方式 好 我们先讲BSD BSD我们先下的它一头是 几乎无拘无束的自由 为什么叫几乎无拘无束 因为它给你的 它管理的这些业务性条件真的很少 像两款的BSD 或是MIT授权条款 其实你看它的名称你大概就会知道 这个条款主要是学术界在用的 BSD是加州大学不快的分校的简称 MIT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那因为通常是学校的研究专案 可能先求的是一个creditor 他可能先求敏再求力 所以这类的一个授权方式 它会要求说 你如果改座或是散布它的软体的话 你必须要保留原来作权利人的一个名字 它的作权声明 这个我们叫做copyright notice 那第二个它要求说 如果你是在无常的状况之下 就是你没有花一毛钱 网络上下载到这个软体 那你必须要保留它这个程式 原来的所谓的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意思就是说 你敢做了某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以后可能会被拿来做商业化 可是商业化里面如果造成电脑当机呢 或是其他的问题呢 或是专利色素呢 那你不能怪原来这个作作权利人 因为原来作作权利人 他可能只是基于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立场 来写这些程式嘛 而且他也很好心地把它散布出来 他也没有从中得到一个商业利益 没有一个金钱的一个对价 所以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情呢 你不能反过来要原来写程式的这个人负责 所以基本上呢 基本款的MIT跟BSD 其实我们会简称说 你用了BSD跟MIT的程式 你其实只要遵守C跟D C就是Copyright Notice D就是Disclaimer 所以它对你的拘束性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安装Windows 7 或者现在开始释出Beta版的一个Windows 8 其实它其中有部分用到BSD授权跟MIT授权的自由软件 你安装的时候你先去看那个注意权声明 拉到后面就可以看到 其实微软也有大举利用很多MIT或BSD授权的一个元件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授权方式呢 主要是出来就是一个学术机构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BSD条款非常的短 我们拿那个FreeBSD的一个HandleFile 一个SourceCode的HandleFile来看 其实它在每一个档案里面 它是把这个授权权文都insert进去 它就把它插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桌权声明 那第二行是你的声明 那这边其实全部这一块 就是BSD的一个授权文件 权文 那但是呢 除了MIT跟BSD呢 还有一个BSD类的授权条款呢 可能要稍微再花一点时间介绍 因为Google Enjoy的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嘛 它Enjoy的Runtime System 它中国的Middle Layer 它是大部分用Apache的license来授权 Apache License 是Apache基金会 Apache Foundation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它所写出来的一个授权条款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进阶版的BSD 或是进阶版的MIT 在桌权声明跟免责声明上的要求 它跟MIT跟BSD是完全相同的 那Apache 2.0跟MIT跟BSD的差异在哪里呢 就是它对于一些商业化的规则已经进行了布局 譬如说它的条款里面有讲到专利权 它的条款里面有讲到商标权 Apache 2.0里面它特别强调说 你用Apache 2.0来写你的程式 如果你release出去 如果里面有你的软体专利的话 这个软体专利会随着这些程式散布出去 人家只要照Apache 2.0的方式来利用这个专利 那你就不能用专利侵权的角度来告它 因为Apache 2.0就是注意到 以前的Open Source领域里面不会有专利问题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 美国已经核取软体专利 所以部分的软体里面是带有专利的 那Open Source强调是任何人可以自由的修改跟自由的散布 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Open的Software Open的Copyright 但是里面有Pattern的话 那其实不管怎么去散布 其他人还是不能去改写它 因为专利技术是一个你了解概念以后 不能去重置 不能去重现 不能去改写的东西 所以刚刚也提到 比较新的 譬如说Apache 2.0 或是GPUL 3.0的这些授权条款 它都有一个专利授权的规定 那Apache 2.0也特别强调说 它有一个商标权的保留的声明 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 它用Open Source来做声明 它不是收这个Source Code的license的一个钱 它不是收这个Loyalty 它是说你今天业界 你把我的城市包在你的产品里面 那你用富含我的Logo 这时候你必须要付我商标权的费用 那Apache 2.0是特别把这点标示出来 就是说虽然我用Apache 2.0授权这个城市 但是我并没有把商标权一并授权给你 所以当我这个专案以后成为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是可以如果你里面还是保留我的商标 那你必须要付我商标权的授权费用 它就是把这些规定更详细的讲清楚一点 好这个页面呢其实就是用BSD类别授权的一些元件 那我们本身的Open Fungry这个城市开发管理平台 它其实也是一个Open Source专案 它是用MID授权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它的 你可以上Open Fungry的网站去下载Open Fungry的Source Code 好 那GPL的类呢 刚刚其实已经稍微提到一点了 它的特点就是说 今天这个程式码刚开始release 它是自由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地修改跟散步 那不管你散步棘手以后呢 这些程式码会一直这么自由 所以我们这边打出来的标题是说 大家都必须要一直自由 那这个类别呢 可能有GPL2跟3 有LGPL2.1跟3.0 然后有AGPL AGPL3.0 那这些都是所谓GPL类别的授权条款 GPL类别授权条款的共同点就是 它要实现四大自由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程式里不仅仅是有使用权 你还有修改权 那如果要用两句话来理解GPL类别的一个授权条款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句话 第一点就是 你用到GPL类别的一个元件呢 在散步它的时候 你必须要提供程式原始 不管你怎么散步它 你就是要提供程式原始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的程式呢 跟GPL类别程式merge在一起 变成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 那整个会变成这个元件的衍生程式 那这个衍生程式的部分呢 你也必须要给SourceCurve 所以第一点是一个原则 第二点是一个扩张 那有点像是带动场 请你跟我这样说 请你跟我这样做 我们以这个图示为例 用GPL为例 如果你的程式当纯只是呼叫去利用GPL程式的话 不是单纯利用 我们今天必须说 如果它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连结 两个无法分割的话 那你的程式呢会被GPL授权的拘束所拘束 你在散步的时候必须提供原始 那这个概念我们刚才有提到是copy left 它有很多的中文译名 可能叫做左旋 公共版权 版权 版则反 版权属左 脱离版权 版权 版权索武 版权左派 但是copy left 的定义是什么呢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是 copy left 就是说 它这个软体散步有它的游戏规则 那不管你使用者有没有修改这个软体 在散步棘手以后 这个游戏规则必须要去被保护 必须要一直持续的用这个游戏规则来走 这个就是copy left 但是你必须 你任何人有资格主张copy left 之前 你必须要先拥有这个软体的copy right copy right 是一个法律所保护的一个权利 copy left 只是一个概念 跟一个理想 跟一个做法 所以先有copy right 的人才能主张copy left 那GPL的授权拘束性呢 有很多的别名 有的人认为是说有点像病毒 viral effect 那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是说 它是一个授权攫取性 一个license capture 有点像老鹰抓小机一样 你今天用了它的元件 而且分割不了的话 它的授权状态就会把你整个专业抓起来 但是有一些学者呢 他们是用比较友善的状态来描述它 他们认为是授权的一个互惠 或是成绩性 就是你今天用到这个元件 它本来是这个授权状态 以再怎么散步 它都会是这个授权状态 OK 那但是呢 我想很多人在开发的时候呢 你也会用到LGPL的library 但是LGPL虽然我们把它归类到 GPL的类 但是因为它确实是根据GPL来写的 这个条款来修改的 但是LGPL的授权拘束性跟GPL来比呢 是大为弱化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外国文献 而且其实会把LGPL 它会把它定义成说 Less 就是它不会把它定义成严格的CopyLeft 它会把它定义成说非常清减的CopyLeft 那LGPL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基本上你能用LGPL来授权的呢 都是Library 都是韩式库 或是这支程式你至少要有韩式库的性质 你才可以用LGPL来授权 那如果你是用动态连结的方式来利用LGPL程式的话 那基本上呢 这个区块呢 它既不是绿的 它也不是红的 它是变黄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LGPL只规定说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呼叫这个韩式库 来提供一些数据的话 那你自己写的这个程式 其实可以不用ReleaseSource Code 不会被认为是LGPL韩式库的延伸著作 但是你必须要把你这支程式怎么去呼叫 然后LGPL韩式库怎么去对应的这些必要资讯 给写出来 所以上部的时候原则上 是只要提供LGPL这个韩式库的原始码 然后还有你自己写的程式 跟它之间是怎么去呼叫的 但是不是不需要把你自己写的程式 全部的Source Code都认识出来 OK 但是今天如果你修改LGPL韩式库的本体 那在上部的时候 它还是要LGPL来授权 OK 那AGPL3呢 是一个就是基于前面两个很大的变体 那我常常会跟他讲说 如果你要了解GPL类别的一个授权程式 你可以把GPL当成一个基本款 你可以把LGPL当成一个宽松款 那你可以把AGPL3呢 当成一个更严格的一个款项 因为GPL3它有一个历史定义 它要防读ASP ASP是什么呢 它的原文叫做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远端服务 比如说Google Search 你今天用Google Search的服务呢 你是输入一些字 然后它就会帮你查一些网路的条路过来 那这是一个远端服务 那远端服务的话 这个Terminal端跟它这个Server端去运作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资讯的传递 它不是一个程式码的传递 不是程式码的传递 程式就没有散布 程式没有散布 就不需要提供程式原始码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 有些社群开发者会觉得这不尽公平 所以部分的社群开发者呢 他们就推出了GPL3 GPL3强调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用GPL3的程式 放在你的机房里面 而且你有修改过它 那单纯拿来做网路远距服务呢 就是网路散布行为的一环 所以它会要求你 必须对使用者提供程式原始码 所以它直接定义说 你网路提供服务 这就是散布 所以如果你一旦散布 你就必须要给程式原始码 这是A-GPL3跟GPL3或是GPL2 以前这些版本最大的不同 所以这点是先通知各位 那其他类别呢 其实是有一部分是BSE的性质 有部分是GPL的性质 但是其他类别呢 不乏一些重要的一个授权元件 比如说NPL 它是Mozida Foundation所明出来的 那CDDL呢 是生养 当然现在是被Oracle所承计的 那IBM呢 它有写EPL跟CPL 这些都是使用率还不低的 自由问题授权条款 但是呢 这些大部分都是商业公司 所以你要了解其他类的授权条款 你基本上可以用一个概念来了解 因为商业公司呢 它会划清两个范围 就是你今天用到的元件 有一部分是必须提供原始码的 有一部分是不需要提供原始码的 那只要你能证明 那个部分是可区隔的 完全是你自己写的 那就不需要提供程式原始码 但是如果你改做的是它原本的元件 你就必须提供程式原始码 我们用NPL来为例 NPL它是用FIRE来做区别 FIRE跟FIRE 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大的专案呢 它会容许说XY有各自的授权方式 那虽然你可能里面用到NPL的元件 但是只要XY跟NPL这个授权元件 它是三个分开的档案 那原则上NPL的这个授权居数性呢 就不会扩散到其他元件 所以它是用FIRE 如果你修改原来NPL 或是Oracle的CDDL 你原来的档案呢 你还是要用它的授权方式来授权 如果你改到它原来的档案 你必须要从它原来的游戏规则走 但是你自己写的 独立成另外一个档案 另外一个FIRE的这些程式嘛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授权方式来授权 OK 那另外的概念 我们可以远用这个概念来了解 那个IBM写出来的EPL跟CPL 它是用模组的概念 因为档案的 档案虽然是一个区别方式啦 但是档案很容易去作假 那 EPL它是强调说 如果你今天写的是一个独立的module 独立的模组 比如说一只手机上面 它可能本来是只有接听电话的功能 但是你今天写了一个所谓电话部管理 或者是写一个独立的模组 或者是说 今天人家打电话给你 它自动就会显示说它所在的位置 那它是一个独立功能的模组 这个模组就是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授权 所以模组是一个比较抽象化的概念 可是有时候它在辨别上面 可能是比较有一个辨别力的 所以这是一个其他列的一个授权元件 我们之前有提过Thunderbird跟FlyFast 这是Glassfish 其实都不一定是小的专案 所以这张列表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有所自幼是你当你使用到这个自由软体 开源元件的时候 你所受到的一个授权拘束性 所以GPL虽然是说广泛为大家所使用 但是当你使用到GPL元件 你必须要知道你有很多义务性要件 必须要去follow 必须要去遵守 那中间的是一些其他类 有点自由又不会太自由 到右边的是BSD MIT Apache的例明 这是一个几乎无拘无束的一个使用自由 那最右边当然就是Public Domain 一个Public Domain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关系 所以你也会看到有些作作权利人 他会声称他的作作程式不需要作作权 他已经声明他把它放弃到Public Domain 那这样的程式就是你怎么样利用都可以 你甚至不保留他原来的免责声明也可以 OK 所以介绍完刚刚的六大特性跟三大分裂以后 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 所以当你们在注册专案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要请你们去选择你所比较prefer 比较想使用的一个open source license 那这个图文授权的部分呢 我们再稍微带一下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open source这样一个公众授权的概念呢 主要是运用在于城市嘛 但是其他的作权课题呢 也有相应的作权模式 比如说GFDL GFDL其实就是葛诺计划 就是GPL一个同样的组织 它所推行的一个授权方式 那它主要授权的对象是文件 那其实大家可以用了解GPL的方式 来了解GFDL 它原则上就是同样的精神传记过来 那接下来我会花一点时间 可能两到三分钟介绍的是这个 Critic Commons 中文的译名我们叫创用CC 那创用CC呢 主要是透过四个标章 这四个标章 它会统合成六种组合 这六个组合就是六种授权方式 形成一种授权声明 那这六种授权声明呢 就是它的游戏规则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标章是by 那基本上一个人站在那里 所以by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作品是谁做的嘛 一个人都站出来了 就是attribution 姓名标识 这个标章代表说任何人用了这份文件 他必须要保留原来作者的一个 作作权的声明 它的attribution 譬如说2011年copyright的临程下 这就是一个作作权声明 那这个标志呢 是NC NC其实是画一个禁制标志 把钱关在里面 它的英文其实是non-commercial 非商业性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用到这份文件呢 你可以做任何目的的使用 但是你不能把它拿来卖钱 你不能把它拿来做一个商业对价关系的利用 所以它不能卖钱 第三个标章是ND 它是一个等的符号 ND是no derivatives 禁止衍生著作 禁止改作 因为我们知道1等于1 2等于2 所以等号就等于是说完全一样 不能更改 所以这个等号意思是说 任何人用到有ND这个符号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作品 你可以重置 可以散布它 但是你不能去改它的内容 最后一个是CCSA的标志 可能大家会有点习惯 这也是一个Dao C 这也是一个Dao C 不过它这边多了一点箭头 是强调一个循环的方式 SA是share alike 相同方式分享 相同分享其实就是copy left copy left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使用了以后 你必须要完全照它的游戏规则 不管这个作品再怎么散布 你必须要保留这个散布的规则 使用这个作品 必须依照完全一样的游戏规则 所以这是一句话来解释copy left 所以如果你懂这四种标志 你就可以有六种组合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有图文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去授权 你这个图文著作 那基本的部分讲完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想我讲一下进阶的部分 就是你如何去选择你的授权条款 首先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这些程式码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你用别人的 如果你自己写的 你有完全的一个选择自由 如果你已经使用到别人的 Open Source的元件的话 那相当程度 你会被他们原来的授权方式所拘束 那我这边提出的是一个建议 就是第一点 最好是选择常用的授权条款 因为Open Source这个领域里面 如果是Open Source License 你预计是必须让别人来 跟你一起开发这个专案 所以如果你选了一个 很冷门的Open Source的专案 很多城市开发者 是不敢写你这个专案的 那像Firefox一开始 是用MPL来授权 可是它现在是三重授权 它是用MPL GPL跟LGPL三重授权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说 MPL本身也是一个Open Source License 那为什么 Mozilla 它必须这么大费周章 给人家三种授权的方式 那是因为很多社群的开发者 它其实只认两种条款 一个叫BSD 一种叫GPL 因为它对于条款的认识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是选择MIT的话 那别人不管怎么去改 甚至把我的Source Code 是可以的 但是它至少要保留 我的著作权生命 跟免责条款 那今天如果是GPL 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就是一个大要点 今天我拿到GPL的东西 我再怎么改出去 我就是要给它Source Code 那所以很多的程式设计师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这些授权生命 所以如果你选择一个很冷的 授权条款的话 那其实相当程度 你这个专案是 不会有人来协同开发的 那第一 所以这三大分类的概念 大家都了解 所以我们这边建议是说 当初其实是有做数据筛选 这是我们看到各个分类里面 最常使用 使用率最高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条款 所以你可以先选择分类 再选择下面哪些条款 是你所要的 那第二个考虑因素就是说 你今天自己 比较prefer的是哪种自由 因为我们必须要讲 BSD类的自由 跟GPL类别的自由 它的定义是不一定相同的 BSD类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GPL是要求说 别人用到你的专案再散播出去 他必须照你游戏规则 大家都有这个程式的改作自由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 其实有的专案他release的时候 他同时用BSD跟GPL来release 可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你懂授权 你会知道 你今天releaseBSD或是MIT 其他人改你的元件 他可以把他的授权方式 改为GPL 所以其实如果你已经用BSD来授权的话 你不用特别再声明 他可以用GPL来授权 但是这是理念之差 有的人会觉得说 BSD有他的开发社群 GPL有他的开发社群 所以他一开始就在授权页面 直接说我这个程式 只用BSD授权 也用GPL授权 所以他一次会满足 两个开发社群的一个理念 OK 那建议说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网页上面 去用这个授权经理 这边有他的连结 那基本上这个授权经理就是说 我们问你七个题目 你只要去照你这个题目诚实的回答 那最后就会说 其实你的这个授权状态 是比较适合用哪一种授权条 但是这个前提是 所有的程式原始码 是由你们这个团队 由无中到有自己去填写的 你才会有完全这个授权的选择自由 那这个授权经理呢 其实在你们这些注册专案的时候 选程式码的时候 它其实这边就有个连结 所以当你在写这个专案资讯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先试用一下这个授权经理 那考虑因素呢 第三点就是说 考虑一下说你是以民生为主 还是以后这个会申请专利 会以实业化商业盈利为主 那我这边是给一个基本概念 应该是说我自己从事这个多年 协助去这个做授权分析的一个经验 有很多专案他一开始可能会用BSD 因为BSD是散布效率最快的一种授权方式 因为BSD给使用者几乎没有任何的义务性拘束 它最多就是散布你的城市 你会去保留你的这个名字 跟免责条款 它甚至可以把你的SourceCopy close起来 加到自己的商业产品里面 那譬如我刚刚已经讲过Windows的一个新的版本 它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 那其实可能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MacOS 它其实是一部分改自于OpenBSD跟FreeBSD 它其实也是算把部分BSD的元件 改成一个Unopen的系统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软体呢 一开始在散布里面有最高的知名度 所以BSD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但是呢有些专案呢 会在它慢慢有影响力的时候 把自己的授权状态 可能1.0版是BSD类 那2.0版改成GPL 因为GPL呢 对于业界的公司会有个限制 就是业界的公司 当然可以拿GPL的程式包到它的产品里面 可是它的产品的其他元件 有可能就会被要求 必须一并releaseSourceCopy 那这时候业界呢 它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是说没有这样的需求 当它觉得说用GPL的方式来利用你这个元件 不是那么方便的话 最后一个阶段 它可能就会跟你说 那你可不可以用Commercial的方式 来重新license给它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在网路上写自己的专案 他可能会并用GPL 跟Commercial的方式 来release它的SourceCopy 好 OK 那商业化考的还 另外一个问题说 如果你利用到是既有的元件 其实各个元件之间必须要相容 我们先也是带一个概念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已经讲说 自然你搜索元件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大代 GPL,BSD跟其他 所以原则上它相容呢 会有三个太阳 第一个是水火不容 水跟火不能相容 这就代表CopyLeft的一个条款 跟其他CopyLeft的条款 是相似的 因为CopyLeft的要求说 你用了我的元件 你就必须照我的游戏规则来走 所以MPL,EPL,GPL 它都是CopyLeft的性质的条款 所以它们不能放在同一个专案 它们不能merge成为一个元件 那蛇分像呢 其实这是小王子圣修博里面的一个示意图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帽子 但其实它是一条蛇 把整个大象吞到肚子里面 从外表只会看到这只蛇 那蛇分像呢 其实就是说 GPL这种授权拘束性很强的条款 它会把其他MIT类别的一个授权方式 给吞掉 当你把MIT跟GPL的元件merge在一起的时候 你最后释出的时候 这整个新的元件 也必须用GPL来授权 所以会满江洪 就是火烧链环船 那第三个方式是牛入居 就是一般鸟类 它会帮水牛去组这个害虫 那牛也可以 当鸟类站在牛的背上的时候 它也可以不用害怕 有一些肉食性的攻击动物会来吃它 这代表呢 有些其他类别的 跟BSD的授权元件 它可以是相容共存 因为它们彼此不会去拘束对方的授权关系 因为我们说过 EPL如果是模组独立的话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元件 NPL如果是档案独立的话 它也不会影响其他的元件 那接下来讲的是一个重点 然后像 你今天如果要去网路上去抓人家的 Open Source的元件 你应该怎么去看 第一点 如果它网站有写 那当然是最好 那第二点呢 你必须要去看它的档案里面 有没有Redmi啊 Lego啊 Coping啊 License之类的档案 有这些档案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授权方式 或是直接发问 写信去问他们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妥善登录软体授权的方式 那个这部分我先跳过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最后还会再带到一点 OK 商业化的议题呢 我们稍微带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Open Source的东西 你是不能收授权金的 因为它条款就这样写 因为授权金通常会有授权对象 授权时间跟授权范围的限制 那一个Open Source的东西 你既然是强调全球散步 那不限制授权对象 所以它跟授权金的概念是互次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收Loyalty的话 是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的明目改成一个收费 of a fee 这是可以的 那即使上GPL 也是可以拿来做商业利用的 当你把Binary Code跟Source Code 一起给人家收100万美元的时候 这个是合它的规定 当你先给Binary Code 是99万美金 可是当它跟你要Source Code 你说烧一个光碟片给你要300块的公本费用 这也是可以的 那它所禁止的行为是说 你可能网络 你可能程式先在网络上 让你加免费下载 或是说用100块的价钱下载 可是最后你跟它要原始码的时候 人家跟你要原始码的时候 你要跟它要99万美金 这是它禁止的 所以第一种 Open Source的服务 它是可以收费的 只要明目是服务 那譬如说ZK这家公司 是台湾公司 它们的本部在郑州路 它有客制化跟交易训练 跟咨询服务的费用 它主要收取的是欧元 它大部分的客户来自外国 那另外一个是嵌入式加值 我们知道不过enjoy的 或者是说 譬如说我这支手机是Nokia 那它是Cymbian 之前是Cymbian 现在是Memo 接下来会往 变发展不知道 但是它是Embedded Linux 所以是一个嵌入式的加值模式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商标权的费用是可以收的 因为商标这个授权金 不会影响软体的自由散布 因为如果商业公司觉得 散布你这支城市 还要给你商标权费用 不划算 那它就是把你商标拿掉就好了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 其次有提到 双重授权模式 双重授权模式 双重授权模式就是说 有些软体呢 它可能还不是那么有名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用GPL 或是其他的自由软体授权 来让别人用 可是这时候呢 可能会有软体社群的人拿去用 那发觉有些bug呢 它会提报给原来的开发者 所以它可以提到一些feedback 这些feedback 可能是bug的提报 可能是一些patch 但是当这支程式呢 它自己改写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知名度的时候呢 那可能商业公司 但是不想用GPL拿到的时候 它就会来跟他洽谈一个商业授权费用 ok MySQL 它15年的时间 就成为一个全球的一个大企业 那这两个页面是给大家看 很多人是同时给它GPL的版本 但是其实购物车里面 也有一个商业授权的版本 是499块美金 所以刚才会跟大家讲说 有款多的专案呢 它其实授权状态是会递善 它一开始可能是BSD 可能后来改成GPL 那最后呢 它可能开始用Duel License 一并散布免费的软体 那另外一方面也散布一个收费的软体 那记转的部分呢 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说大家可以去参考 记转我们这边只是强调一个重点 Open Source的东西你还是可以做技术转移 只要你这个记转的名义不是授权金 而且建议一点呢 必须要名列这个软体清单 因为有部分的Open Source的元件 这个权利不在于你手上 可是你可以用一个清单 一个list 把它说得很清楚 那这样子的责任呢 就会移到被你记转的厂商 因为一开始你就已经把各个元件的授权状态 都已经移交给它了 那这也是目前业界呢 普遍已经在推广的这种方式 业界跟业界之间 它Open Source 也有一个包工的关系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下游的厂商 或是品牌厂商 像Acer ASUS 他们一个产品出货的时候 他们会要求他们的包案厂商 必须说 你有没有用到Open Source 有用到 你必须要列出来 而且你必须要告诉 它的授权的医务性是怎么样 那如果有列出来的话 那今天产品出了 卖出去出了问题的话 那这个品牌公司会买单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列出来的话 出了问题的话 那它就会有一个 全力一个 会有一个义务性 在转移呢 会要求 原来写的这个城市的包工厂商 必须要负责 OK 最后呢 就是如何释出原始码 第一点 因为各位 因为各位被要求呢 在我们Open Foundry上面释出原始码 所以我就把这部分再讲一遍 到结案的时候呢 你的Source Code 必须要打包 成为一个原始码档案 放到我们的网络上 然后会变成一个版本 让人家下载 所以如果你单单只是用 Subversion或CBS系统呢 那对于国会的要求来说是不够的 就是你必须要做释出的这个动作 那当你登录你的 登录你的帐号 到这个专案的时候 你会有规划释出 可以按 然后照做这个2跟3呢 就是给一个版本别 你给一个释出的日期 那一开始一定是prepare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release 建立这个专案 那剩下的方式 其实就是编写它的内容 我想嘉勋刚才已经有讲过 大家可以透过FTP 或是Web的方式 把你的档案上传上去 最后这边就会有一个释出 你的下载区 就会出现一个释出的档案 那我这边强调的就是说 建议 建议大家可以在你这个释出的 一个档案目录里面 写一个东西叫做readme 这样会比较符合open source的一个release 的一个policy 因为比较大部分成型 或是有规模的open source专案 他们会用这个方式 一个是readme 一个是copy readme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档案要怎么安装 基本 那你这个档案用到什么元件 那它的各个元件的基本授权状态是什么 那这边只要写个大概就好了 那这边也可以列出 你可能有用到 third party license 其他元件的一个清单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到gpl的方式 其实照它的规定 你必须要给它授权条款全文 一个电子版的全文 那linux kernel里面呢 它是用coping这个档案 所以很多的一个开发者 他是沿用这个coping 所以你可以给一个coping的档案 一个纯文字的 那里面就是授权条款全文 这个方式会是最缜密的 但是这边是个建议 好 那最后这几个页面 其实就提供大家一些连结 这些连结如果你对授权资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连结来看看这个内容 那我们有定期在电子报上面 有个法律专案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的网页 去订完你的电子报 每个月有发一期专门是讲open source 授权相关授权应用 跟商业应用相关的一个文章 那我们有个法证讨论区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讨论区上面 进行一个问题的投递 那我们原则上三天之内 会给你一个完整的回复 可能当天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回复 三天之内会一个完整的回复 所以大概今天的时间也到了 大概简报到这个时候 那如果后续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洽询open function 有我们的联络信将 最后呢 这一页有我的联络电话 分析是1474 那等一下我还会在前面 驻足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自软底授权箱和一些问题 或是说你觉得后续 还会有需要一个 一个比较紧密的连结的话 可以到前面来跟我们交换讲影片 谢谢 OK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中午这个结束 那下午就另外一个CMN Session开始 那就是谢谢大家今天聆听 谢谢